这家位在台南市区巷弄间的小巧餐厅 虽然没有过多华侨的装潢 简单明亮的黄色系与木质文青风格点缀其中 是一个相当舒适放松的用餐环境 而且在这里餐点才是重点 许多客人可是被他们吸引而来 请问一下当初你怎么知道这家店 在IG上面找到了 就是看到它的那个名牌子的那个饭饭 然后还有那个起司玉米 觉得看起来挺好吃的就来了 这里的餐点有一个最大特色 就是道道西津好拍又好吃 让来店的客人多了一份吃饭的乐趣 而会有这样的创意发想 全跟店主人阿豪之前的工作背景息息相关 我之前其实在台北的团购电商公司上班 那其实也做了大概有八年的时间 那后面就是慢慢发现团购这个事业体 就是越来越没有那么盛行 那后来就觉得说那还是说我们就直接 自己在南部找工作或者是接一些 就是类似顾问案的东西 那协助一些产品店家去做行销的曝光 还是说菜单的规划 对所以这个其实本来就是自己 比较擅长的领域 不过当初决定回到台南重新开始 却没想到南北工资有着极大差异 让阿豪想再当个上班族都回不去了 我也试着有投过履历 那人力银行嘛 那投履历 然后后来发现说我们其实希望的薪资 在南部根本是找不到工作 完全找不到 然后后来就打消就是工作这个念头 那就觉得说那其实在南部的话 如果要维持家庭的收入 那其实剩创业这条路而已 我就是常常看一些国内外的社群媒体 然后看到说其实日本同城 有一个虾虾饭他非常有名 而且他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客人 都是台湾人 就是台湾人去冲绳 必吃的就是虾虾饭 那就跟老婆买了机票 然后就冲去日本 冲绳的虾虾饭它就是那种 一开始是餐车模式的 所以你在那边吃 其实也是一个餐盒给你 那里面可能只有饭跟虾子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那不然我们就融入 台湾人比较喜欢的盘餐啊 早午餐的元素 那我们把虾虾饭做升级精致化 那我们旁边其实会再搭配 比如说这个是安平的虾饼 那就是跟安平的老店合作的 那我们是直接跟它拿原物料 然后新鲜现炸 那通常我们台南的虾饼 都是用那种火烧虾下去制作的 因为它的虾气会比较浓郁一点 那有那个炒那个蒜泥奶油的 那个口感怎么样 那个口感超好吃啊 很对味 店主人阿豪说 既然餐厅是以饭为主打 当然最根本的煮饭 也要讲究步骤和技巧 比如说我们的米 是选用我们云林 那西螺在地的一等米 那我们洗的过程啊 其实是遵循就是以前的那种 日本料理的手法 反复的重洗四到五次以后 然后确定我们的米都呈现 纯白的颜色 那我们沥干半小时以后 会再把它包进去冰箱放 所以我们每天的米都一定要前一天先洗好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洗米的过程 其实水是会慢慢地渗透进去 我们的米粒里面 所以你冰一天以后 隔天的饱水程度是刚刚好的 而虾虾饭的灵魂 当然就是虾子咯 因此白虾在处理上 也需要仔细费工不马虎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先处理 大概一箱十几公斤的白虾 那它比较复杂的就是说 我们要自己手工把它去头 开背 那再把肠泥挑出来 我们开背的用意是说 让我们在炒的时候 让我们的酱料 它可以渗透进去我们虾肉里面 那因为我们为什么 有客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去壳就好 因为其实你如果去壳 我们经过榨再炒的话 我们的虾肉本身的水分 都已经会被稀释到 就是变干干的这样 我们在炸之前 我们的白虾要先经过 过白酒的程序 那这个目的是说 第一个是去腥 那第二个是我们 再把虾子身上的一些杂质 再洗一次 让它更干净 沾粉下去炸的目的是 就是在虾子的外壳 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 然后让我们里面的虾肉 不会因为炸又炒 然后就变得干干的这样 这里的虾虾饭可以选择 蒜香奶油 与纽奥粮BBQ两种口味 如果还想来点邓正汉的 室味觉享受 可以尝尝升级版 巨无霸凤梨虾虾饭喔 像这个巨无霸凤梨虾虾饭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选用 我们台湾的金钻凤梨 那我们把凤梨剖拌以后 果肉一部分让客人可以吃到新鲜的凤梨 那一部分你可以看到有切成碎丁的 就是我们把它跟虾子还有酱料一起下去炒 炒虾的步骤就是我们会加入我们自己特调的牛奥粮BBQ的酱 凤梨的部分我们会等到我们炒到大概八分熟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加进去做最后的收汁的动作 然后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切好的新鲜凤梨鸡加进去 它的酱料蛮特别的 对 我喜欢中口味的 它就是有点酸但是我觉得是我喜欢的味道 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因为这个调味是我第一次吃到的 它有点咸咸又有点辣辣的 或许有上天的眷顾 狭狭犯在台南以泡而红 刚开业就每天客满排队 不过半年后就遇到了疫情爆发三级警戒 在完全无法做内容的情况下 幸好一开始就有规划外带菜单 并将京都特色鸟巢咖喱丸饭做成了便当饭售 所幸在没有缩边人力下 让伙伴们都安然地度过疫情 甚至在疫情一趋缓之后还顺利地展练 我们上面的鸟巢其实是用炸洋葱丝去呈现 那中间比较复杂的就是中间那颗半熟蛋 它的熟成的程度刚好介于溏心蛋 然后跟白煮蛋 水煮蛋的中间 因为会有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煮得不够熟 或煮太熟或剥壳的时候剥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礼拜几乎都在吃蛋 吃到大家都吓到 我们的咖喱酱其实是加了满多辛香料 比如说我们光咖喱块咖喱粉 就加了四五种 那我们还有加了一些比如说像巧克力 咖喱咖啡粉下去提味 我满喜欢因为它满脆的 就很酥脆的 对 很酥脆 然后又不会太干 唐阳鸡超好吃 因为它是外酥然后内里很冷嫩的 七十三年次的阿豪 现在不只是说的一口好菜 自己创业后更学会利落做菜的身手 也算是成功跨界 我觉得开店最辛苦的反而不是工作的累 是对家人的愧疚 有时候我们还会忙到忘记去接小孩 然后就赶快请亲朋好友去帮我们载 那现在叫你整个觉得怎么办 全家人都可以在一起觉得还蛮值得 很好啊 现在全家人就近住在了餐厅楼上 方便照应彼此也能顾到孩子 夫妻俩齐心撑起这家餐厅 这个家 祝你 好 好 好 perfect